西面市土城在今天中午突然下起了一阵大雷雨 那么强峻的风雨也造成一颗20公尺高的大树突然倒塌 直接砸中经过了休旅车也造成两个人受伤 区域大树木硬生倒塌砸向路旁银色轿车 碰得一身压垮车顶不止挡风玻璃碎裂 就连车身也严重损坏变形后照镜也掉了下来 那个时候风很大然后雷也很大 然后后来那个时候我就想说要找一个 比较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就听到树木掉下来的声音 就有人要打电话来叫我去报警 目击惊悚瞬间路过民众赶紧拨打119 等待警方和消防人员到场将人救出送医 只是回想起当时状况依旧余悸有存 这整个树干都爆开了 事发就在7号中午12点多 新北市土城中央路四段突然下起强降雨 雷声更是轰隆隆响个不停 当时一名张姓驾驶开车载着阿姨准备前往医院 没想到途中却碰上露树倒塌 一度受困车内 好在远景道场将车上三人救出 其中张姓驾驶脖子和手部受伤 而副驾驶座女子则是背部受伤 送医后都没有大碍 后续警方也依交通事故相关规定处置 并封锁部分路段通知驱公所道场清理 这回两名伤者虽然只有轻微擦措伤 但恐怕还是受到不小惊吓 记者来信杨文豪新北市采访报道